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耶康种子者 这一集我们来操作一下番茄种子的热水消毒法 并且观察一下用这种方法处理后 种子的出芽情况 我这里准备了十几粒的番茄种子 第一步是准备25-30度的温水 先把这些种子泡一下 本次数量的温度是29.7 过了30分钟之后 我们把这些水倒掉 把种子取出来 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些杂质 还有一些个子比较小的种子 我们把这些都除去 接下来准备一杯55摄氏度的热水 把去掉杂质的种子放进去 边浸泡边搅拌 之所以用热水浸泡种子是因为我们需要高温 把种子表皮上有可能携带的病菌给杀掉 这个烫种的过程是15分钟 热水浸泡这个环节结束 我们把这些热水倒掉 我把刚才55度的热水基本倒掉了 然后加了一些冷水 然后热水冷水中和之后呢 现在的温度是30度多一点 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些种子放在这些温水里面 静静的浸泡6个小时 经过6个小时的浸泡 这些种子都已经充分的吸饱了水分 接下来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方式呢是把这些种子直接种到椰康里面 第二个方式呢也是我今天要实践的这个方式 就是把这些种子放到湿纸巾里面 等它刚刚开始萌发的时候 再转移到椰康里 我用手把这些种子全部取了下来 把这些种子均匀的摊开之后 再用湿纸巾把它盖住 然后放到这样一个小盒子里面 盖上盖子但是不要把它封死 最后把它放到这个育苗箱里面 保重这个温度是在24度左右 现在是过了两天 我们来检查一下看看发芽的情况 可以看到已经开始有种子发芽了 现在 但是整体的发芽数不是很多 现在是第四天种子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种子都已经发芽了 我数了一下有18粒种子已经发芽了 没发芽的这6粒种子我放在了一边 这是又过了一天到第五天时候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边的这6粒种子中 最上面这一粒有一点点出芽的迹象 但是剩下的5粒目前还没有发芽 而其他的种子都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所以加上新发芽的这一粒 那么总发芽的数量是19粒 除以总数24粒种子 我们可以算得发芽率是79% 这些发芽的种子要赶紧种到椰康里面 这是种下之后第二天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这里面这些比较大的番茄苗 是之前都已经种上的 而用湿纸精培育的种子 是像这种比较小的又补进去的 好的 这就是番茄用热水烫种和播种的整个过程 我这里建议大家是在泡好种子之后 就直接播种到椰康里面 如果种子的数量不是太多的话 也可以等到它刚刚开始发芽的时候 再转移到椰康里种植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下集再见